如果这支影片的这个测试是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这种方式来处理掉上面的这种粘粘的这个胶状的 这一个东西啦 到底叫什么这个粘粘的就是这个粘粘的咯 你看这个粘粘的 我是阿堪 阿堪是我 阿堪TV 在 这里 啊 Let's go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堪欢迎回到阿堪TV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然后还要开启那个小铃铛哦 你看我桌上布满了那么多的东西那到底这支影片是要拍些什么的呢 我相信从这支影片的cover中呢 你们已经知道这支影片是要做一些什么的吧 今天我就是要来做个实验 就是要处理掉这一些已经劳化了的塑胶所带来的麻烦 你看这一种塑胶呢它久了已经劳化了 所以呢它就变成年年的 可能不是太明显了这样子你就看到它有多年了 是吧 是吧 我都说啦 是很黏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这种东西对你来讲呢应该会让你 非常 苦恼了吧 好 我们现在就来 做个测试 我呢会先 把它分为一半 就是一半呢我就会用 这个苏打粉来做这个清理 另外一半呢 我就会拿着一个 酒精呢 来处理 因为我在网络上是看到 他们分享说呢 苏打粉跟酒精呢 其实是可以除掉这一些 粘粘的胶状的 好我们呢现在呢就来开始吧 那首先呢我应该要使用的是 我们就先使用 酒精吧 因为酒精比较简单一点点 我就有这一种医药酒精 浓度95% 我不懂到底可不可以用 OK所以我们就来试看 先穿上手套 因为 这个酒精呢 它的浓度太浓了 怕会 就是伤到那个手啊 就是会干干的 所以我就先穿上手套 手套给我弄破了 好手套穿上了 然后呢我就 就要用这一个 这一个 卷梯素 先使用 卷梯素看能不能够 把它 就是弄干净 然后呢就沾上这一个酒精 然后就开始在它的上面呢 擦擦擦了 我们先做这一半 到底它是不是可以擦掉这些 黏黏的胶状呢 真的是可以耶 你看 我只是要轻轻擦它就已经开始掉了 你看这一个 卷梯素已经黑黑了 我们就继续的擦擦擦吧 擦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感觉到 它从很黏的一个状况呢就变成是很容易推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我们要补一补这个酒精因为它已经挥发掉了 用这一种 低速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在那里呢 它会起毛 起毛的话 很有可能它就黏在上面了 所以呢现在呢我就尝试用布 倒出来了 粗心 用这个布会比较 方便 比较容易 就把它擦掉了 也没有黏任何的屑屑在上面了 所以说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擦了的你看 OK它已经不会黏了 这个是已经 擦掉了的 然后这个还没有擦的 还没有擦的话它就会黏这个你看 它会黏着 我的这一个手套 这里呢是不会的 所以已经掉了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尝试使用这一个 苏打粉 来做这个处理首先呢当然是要 倒一些苏打粉出来吧 苏打粉 我的苏打粉要完了 一小汤匙 这一碗呢就是清水 所以说就把这个布弄湿了 然后呢沾一点的这个苏打粉上去 你看到这里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苏打粉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擦它 用苏打粉它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因为它是粉来的嘛 所以呢它可能会有一点 白白白白的粉状在上面 但是这个粉状的东西呢你吹一吹它 就会掉了 苏打粉的这个 效果呢 也 不错 你看它已经掉了很多那种血血出来了 看到吗 肮脏的东西跟那个 胶状的东西 从这个镜头上你也可以看到一面是亮的 然后一面呢是 比较糊的 看到那个肮脏的东西那个胶质掉下来是 很疗愈的那个感觉 这就是处理好了的这一个 播放器啦 我们可以看得到用布 擦的那一面呢会比较干净的 如果你是用这一个 Wet Dissue的话 它会有一些白白的屑屑 留在上面 这一个测试呢是 成功的 你可以使用这一个 酒精 或者是这一个 Baking Powder 不是Baking Powder 这个是 苏打粉 OK来做这一个 清洁的这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任何的 这一个 塑胶的材质的东西 已经是老化了 已经是上面 粘粘深的一层胶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处理掉它 好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呢这支影片呢就 单纯的 是想 来测试 这一个 酒精跟这一个 苏打粉来 处理这一个 橡胶的胶质到底 好不好用 结果是 好用的 好今天这支影片呢也是我第一次呢就拍这一种类似的测试的影片 所以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分享出去 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 然后还要开启 那个小铃铛哦 我们就 下一集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